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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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群盛 今天是4月15号 今天又來到星期五 一週又結束了 這禮拜我知道大家都滿辛苦的 因為這個禮拜是 大盤是總共跌了280點 那當然啦 當然在我們在4月13號 當然就是有之前上海 還有一些啦 還有一些像在北京和河北省這邊 他們的附近 那有封城 那當然就影響到整個 電子的一些供應鏈 影響所及非常大 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看到那一天 只有那天反彈一天 只有反彈一天而已 4月13號 今天15號 就拜託啦 好 那麼 在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來 先看一下 來 4月13號 上海逐步放寬封城管控 這對他們來說 對你來說 是很大的一個放寬 真的算很大 那麼一放寬 你可以看到原油上漲6% 我說這個 像原油之前 他們在封城的時候 我說原油 它如果 這是短暫的而已 短暫的 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短暫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原油是短暫的 來看 那13號 已經有上漲了 大概有6%左右 14號 又起它要要4% 漲了3.6% 15號 昨天 又起2.69% 已經來到106.9% 又是在 又來到高 又高通膨 高通膨的時候 美國的FED會怎麼做 他們會怎麼做 那些官員 現在當然第一步就開始 又要 當然 鷹派 本來就 本來不是很鷹的 現在都已經鷹了 那沒辦法 就是 其實 他們五月要升息兩碼 其實這已經板上訂定了 三月份的時候已經 林總會主席包已經說了 要升息兩碼 它已經暗示明示 要升息兩碼 那其實 那 美股還是受影響 美國 美國 他們還是受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 0.15 來 費城半導體 破底 破底 這九個月來的低點 這是九個月來的低點 你可以看到 這是 幾個月來的低點 還看不到鏡頭 來這裡 可以看到 已經來到這裡了 這裡是九個月 這裡是十個月低點 這是廢半 你說 同時昨天 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昨天開發社會 那 如預期 比預期更好 但是 整個環境 當然美國的 你可以看到 這半導體 廢成半導體 跌成這樣子 它會好嗎 當然也不會好 這是 這是 可以理解的 那 其實台積電 今天 台積電其實它跌幅 也沒有說很重 跌幅 沒有很多 今天跌多少 跌11塊 跌11塊 好 那 台積電 我們先做一個結論 那台積電 你如果手來有的 你就不用沙滴了 如果沒有的話 可不可以買 我認為 你如果要長期 長期 這張股票要佈局 不是說 給你買的 你明天要賣掉 要賺錢 沒有 不是這樣子 要佈局 台積電 這之前跟大家講過 要佈局 佈局 台積電 好 這是台積電 先講完 我們過來說 那麼 現在 美國股市 像納斯達克也是一樣 也是漏 還是跌 來 看一下我們今天 我們排名上 哪些重點的地方 這比較重要 來 來 運輸今天 上漲1.28 鋼鐵還是漲的 化工 跌1.85 這漏什麼東西 化工當然就比較多 比較多 當然 我們一開始 我們先來看這個墜落 還有電子骨 其實我這段時間 我來 我們都是只有 化工 鋼鐵運輸 還有電子 電子骨來說 我們是做的都非常短 都已經 都做非常短 除了只有 現在目前為止 會去做就是 車用電子之外 其他的 其他 我告訴你 這些電子骨 你要特別特別特別小心 待會為什麼 我再來跟你說 為什麼要來做 車用 等一下有空我們再來講 好 那麼先來看一下化工 今天跌了1.8% 雖然跌幅很重 來 我們先看一下 來 你說化工 它是哪時候才開始跌 今天拉圍 今天稍微拉圍 你可以看到這一段 從農曆青春到現在為止 你說化工 我跟你說的 操作做這個 這個化工 這還聽過古來的類似 我最主要 我最主要我們還是做這個 東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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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間 東檢 其實這段時間 你如果第一個時間 打電話進來 跟我們一起來做 東檢 還有6508 會光 會光 那這一段時間 這段時間 你如果是買到電子股怎麼辦 我一直跟你說 你要如果買 你如果要買電子股 你真的 我說實在 你如果不會走 你不會做 我奉勸你 報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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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怎麼說的 我也知道你喜歡電子股 我也喜歡 問題這段時間 在這個高油價高通膨 還有美國要升級 又要收回QE 那麼這段期間你就知道說 有許多許多的利空 許多許多的利空來看的話 你如果說要抵抗這個高通膨 你就要有策略 你還要懂慘烈 你又了解 你又沒有了解 你去買了電子股 不可以說買了電子股 你做錯了 買到像這樣的股票怎麼辦 怎麼辦 你現在去玩電子股 我歡迎你可以來電 或是到賴生物圈來這邊 來告訴我 我告訴你怎麼樣來處理這些 幫你扳回來 幫你扳回來 這個很重要 好再來 那麼現在 說實在 那這段期間你也可以說 我們為什麼去做這個 為什麼要做這個 東檢 東檢 為什麼 3月10號 你還 你記不記得3月10號 我不知道你會記不記得 3月10號 那俄羅斯他們說要 要 因為俄烏戰爭的問題 因為互相 跟東西方 那跟西方 主要是西方 我在制裁俄羅斯 那俄羅斯也要制裁他 也要制裁我們 因為他是肥料出口大國 也是肥料出口大國 他一禁止出口 那全球的肥料會怎麼樣 當然就大腸 大腸 大腸在買什麼 那當然 中國馬上就跟你說 他基本上要釋出 因為中國 中國 那14億人口 沒有糧食不行 沒有糧食會很可怕 會亂起來很恐怖 那當然他們就已經趕快 施放他們的儲備 他們的 應該是 他們是說啦 真的是戰備的肥料 肥料有戰備 其實原物料都算是戰備 現在全世界 你如果公司才 這是一個共識 一些原物料都是戰備 戰備物資 現在是這樣說的 那那個呢 要買什麼 那你說中國 他們要釋出300萬噸的綠化石 但是綠化石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肥料 那什麼肥料 小麥 玉米 玉米 那跟我們台灣的 像這個東檢 這一樣嗎 它一樣嗎 不一樣 一做什麼 硫酸甲 它是做 它是不一樣 它是不一樣的 用途不一樣 用途不一樣 這硫酸甲 這主要是用在一些比較 算是比較精緻的一些 一些產業 一些肥料 跟它的不一樣 不太一樣 好 再來 650 6508 來 這個肥光 它是做植物保護劑 植物保護劑 除草劑 這些都有 除草劑 殺草劑 都一樣 就是這些 那肥光 也讓植物長得好 也增加產量 就是這個 當然還有一些花卉 有需要用到這些 這個 所以 這樣 我就說 你第一個時間 你打電話進來 這樣 你做到這個 就是得到 就對了 就是這個 還有這個 東檢 這樣能不能贏 這樣贏不 你如果第一個時間打電話 這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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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接下來在 因為 俄乎戰爭 衍生出了一些 新標股 我們說新標股 它 它 它不是新產業 這個產業本來就有了 你看這個肥料股 這不是現在 也不是現在才有 這早就有了 這幾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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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這個 再來 再來 3月20號 3月20號 俄羅斯炸了 歐洲的最大一個鋼廠 你在哪裡 在 在烏克蘭 最大鋼廠被它給炸了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會漲 什麼東西會漲 最大鋼廠 那當然不用說 當然是這個 鋼鐵 鋼鐵 你說鋼筋要出口 當然鋼筋要出口也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要構成本 要關稅還有重量 重量因為現在運輸 現在航運的運費很貴 整個鋼筋要賺到多多二孫 我不知道 我不敢 因為煤家它的成本不一樣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不鏽鋼 它本來單價就比較高 也比較輕 你單價比較高 所以我就說要什麼 要買什麼 來2032 2032 新鋼 新鋼 還有什麼 2030 張園 張園 還有另外一支 2027 大成鋼 這段時間下來就是 就去避免 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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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只有賠三億而已 對他們這種大股本 兩百億 這是兩百億 兩百億來說是小案 你可以看到 這三棵 我跟你講的就是這三檔 這三檔 我們要做這三棵 那你如果 又是第一個時間 那第一個時間來的話 你看這段時間 你得到 你做這個 大成鋼 2030 張園 2032 新鋼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這些都其實 我知道 你現在都說 老實 這都過去 這都過去 那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當然有 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來 那目前 我們 大家都知道要解封了 大家都知道我們要解封了 飛機要 你不可能坐船去 你不可能坐船去日本 去歐洲算 不可能吧 你一定做什麼 做飛機 飛機的話 它的一些航太 你的鋼鐵 你的鋼不一樣 它用的是特殊鋼 特殊鋼 那麼特殊鋼的話 來看一下 來這支 這檔股票 加上 歐洲現在目前為止 那邊 他們的特殊鋼 也在缺貨 但是 歐洲 你知道他們 他們的一些 人工 還有原物料 都貴 什麼都貴 他們在製作的成本 現在目前為止 所得到的資訊是 他們光進口來 都比他們做還便宜 你想他們需要自己做嗎 不用啦 直接買手 不用啦 自己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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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跟這一家買 不用麻煩啦 不用自己做 自己做 進口比自己做還要貴 當然不用做 直接買就好了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那這檔股票 你如果再錯過 你還要跟他說 老師下一檔 等於說 你在問下一檔的時候 你又錯過 你又錯過 你再問下一檔的時候 你又錯過 這一檔 這支 你又錯過 你又錯過 當然今天在台北股市 今天大跌241點 這支股票呢 這檔股票呢 這檔股票 今天還收紅 還收紅 歡迎 來電 這是第一個時間 來電 來跟我們一起來操作 跟我們一起來 進場 麥克風不要再錯過這一檔 你再問到下一檔的時候 這一檔你又錯過了 你這檔又錯過 好你可以思考看看 你需要什麼樣的人 來帶你來操作 我們先進段廣告 陳東斗鋪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陳東斗鋪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為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陳東斗鋪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那花了很多時間 在講這兩個 這兩行 農糧鋼鐵 之前跟你講的那些 你手了沒有你就不要再追了 你就不要追 有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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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 這是第一個時間 第一時間 趕快 你可以來電 來跟我們一起來 做 動作 你再看 你看看都沒有用 沒有用 你用看的那沒有用 好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來 那第二季 第二季開始 現在目前 俄乌戰爭 情勢未了 一樣 疫情持續衝擊 也是再衝擊 你看上海 現在上海 昨天確診 25000 25000 還算還沒降 還沒啦 那目前為止還是 有一些小區 有一些 比較有放寬 有放寬管制 你講說沒有確診 兩個禮拜 他們就會有放寬 讓他們可以 可以去活動 好 那目前為止 換到哪裡 你可以看我們 你這個數字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我們本土 一千兩百零九 今天下午 兩點所公佈的 那麼現在公佈這個數字 當然啦 你現在看來說 哇 我們來買快篩 快篩現在國家 國家現在要 我們現在國家要來 來採辦 來採辦 跟他們要合作 現在目前為止 我是聽到 現在應該是一劑 不是一劑 這四劑 這四篩也篩計 這一劑是 一個是大概不到百元 不到百元 未來 將來 那目前你說 這些 這些股票 你自己 我們來看看 來看一下 這些 這些 這些防疫概念股 非常非常的 這些開最強 來看一下 這些 這些 這些防疫概念股 這裡面當然還有一些食品 那種防疫概念股 這邊瑞基 ABC 還有 還有 昇華科也是 還有 保齡婦也是 這也是 這些 這些 都漲停板 這些 那些 快篩計 快篩現在目前為止 都漲停 要不要再去追這些 我認為 你雖然手邊沒有 你就不要 你就不要這樣 不要跟人家 去臭熱鬧了 那麼 我們 還有一些 因為現在 這些股票不是說不漲 如果說不漲 如果沒有說 沒有漲的話 當然我們當然要趕快搶 問題是 不是 不是沒有漲 給它創波段新高 今天創波段新高 還有一支 這支是 泰博 你可以看到 今天最高來到300塊 泰博 泰博 它是 試劑裡面 快篩計裡面 它產量是最大的 其實它是最大的 它最受惠 問題 它不是沒有漲 這漲了 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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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成 它不是沒有漲 好 那麼現在這個 當然還是要跟大家呼籲一下 趕快補打 你如果還沒有趕快再去補打 補打一些疫苗 趕快打 那當然就在你身體狀況好的狀態之下 趕快去補打 好 這是因為我們未來 就是要與病毒共存 要解封 要解封 要解封就是要與病毒共存 就是流感化 那你就要體認到 這是未來國家政策的前面 國家的政策 這是國家政策 好 那不是我們而已 這其實全世界現在目前 只有兩個地方 還在想要把它清零 那現在目前我們自己也說 沒有要清零 現在目前所聽到的是要管控 也不是要清零 只有對岸 我們對岸大陸那邊 還要想要把它給清零 但是他們現在還是看起來 還是有一點 還是很堅持 目前看起來還是堅持 要清零 好 那目前為止 其實全世界現在都是解封了 都解封 也開放了 也都開放了 因為這些趨勢 未來的趨勢 這有趨勢 好 那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再來 你看這疫情的衝擊 高油價高通膨 沒辦法 那這目前為止 這種俄乎戰爭引起 還有這些疫情的衝擊引起 都有 都有 這兩樣都有 來 當然聯準會要升息 還要收回QE 還要再收回QE 那當然就造成美股 你可以看到美股盤 現在最均勢 漏得像廢伴破底 好 那麼 目前為止 可以看到盤面上 我們再來看 還是再來看 還有什麼股票可以操作 來看一下 鋼鐵還有一個航運 航運股 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來看一下 我們先看 今天航運還有上漲1.2% 當然今天 今天的BDI 有大漲 今天大漲 傳來大漲 當然也有帶動到 像 在看到 有看到2637 會洋 今天一度有漲停板 一度有漲停板 在會洋 這散裝的 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說 現在最均勢 你可以看到 來 2603 長榮 長榮 我怎麼跟大家講的 在這裡 叫你不要隨便 不要再殺低 不要殺低油 在這邊低檔的地方 你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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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 說實在 現在目前為止 這段時間 因為他們的 經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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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爭 加上說 要減支 減支六成 減支六成是很多 你一張變0.4張 你都變零股 好好的我買一張變成零股 當然 你會心裡會比較不舒服 買兩張 0.8張 也是零股 當然市場上 就有很多人 就不願意 當然就市場上 比較不認同 然後加上配股 有點小氣 有什麼 怎麼說 你可以看 今年 去年獲利45.5元 配多少 配18塊 配18塊 那當然是被罵翻了 但是 三月份 給你繳出了一個 創歷史新高 再創歷史新高 營收 你要買什麼 你要幹什麼 你要做什麼股票 現在目前為止 你可以看嗎 趨勢也是這個 還是在這個 最近 你如果做這個怎麼辦 你如果有這些電子股的話 你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如何處理的話 歡迎可以來電 我來告訴你怎麼處理 告訴你怎麼處理 好 那麼 這兩張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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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是 這不是新題材 這是新標股 新標股 歡迎 這現在是第一時間 歡迎你可以打電話來 來跟我們一起操作 那也可以到賴之中間 留下你的電話 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 還有另外一張 來這支股票 來 這支 來電分享給你 來電分享給你 這支 來電分享給你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 那也祝你投資順利 我們下週見了 我們下週見